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为了安全起见呢 孩童乘车出门的时候都需要坐在车辆后座的儿童安全座椅上 这个做家长们的应该都了解 但是有一些家长呢 他们有时是为了方便呢 或者觉得路途不远嘛 很靠近嘛等等 或者认为自己抱着小朋友更安全 而没有使用安全座椅 那有时候呢 真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接下来我们说这一则新闻呢 各位父母要注意 印度有一名母亲就是因为一时疏忽 而她最终永远失去了她的孩子 那事情发生在印度喀拉拉邦 两岁的女童和家人在上个星期五 全家开车出外游玩 那母亲当时并没有让女儿坐在儿童的安全座椅 反而是抱在自己的腿上 那没有想到中途发生了车祸 汽车就与一辆油罐车相撞 巨大的冲击力让汽车的安全气囊 是瞬间爆出 直接压在了女童的脸部 导致女童窒息身亡 那警方就说呢 爆开的汽车安全气囊呢 不但直接压在女孩的脸上 女童的脖子也被这个安全带缠绕 就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更加严峻 最后才窒息而死 至于父母以及其他车上的其他乘客呢 只是受了轻伤 如果这个女童当时候是坐在儿童安全座椅上呢 或许能够降低这个伤害的这个程度 能够降低伤亡率 甚至有可能就保住她的性命 然而现在说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那大马医药协会曾经发布数据 根据研究的结果显示 跟使用安全带比较 儿童安全座椅有助于降低 在碰撞事故当中受伤的风险 高达71%到82% 那按照联合国的规定 135公分以下的孩童 在乘车的时候 都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那家长同时也要确保购买的安全座椅 是符合规格 不要等到意外真的发生 才后悔莫及